第25集 沈天童捏着手里那半截柔柔滑滑的袖子,心里极是烦恼,转个身拐过园子另一边,见莫若惠等在一边,便不动声色地过去,把袖子递过去,说道 莫若惠接过半截袖子一看,虽捏得皱巴巴的,但是却干干净净的,连点泥土也没有,哪儿像是被风吹走,这会儿才找到的样子 心下了然,却装作毫不知情,只满口多谢沈天童帮着找回这半截袖子 沈天童见得众人正在另一边,吟诵桥香桥的诗,顾正冲又和蒋白下棋 似乎没有人注意他和莫若惠,便低声说道 你别跟别人说是我找到的,只说是你叫丫头找到的便是 莫若惠点点头,藏起袖子,这才走开了 顾正冲正跟蒋白说话,见得莫若惠过来 嘱咐蒋白含凉的东西不要多吃,义是又拿帕子给蒋白擦汗 见蒋白嚷着口渴,又亲自去侦查 不由笑着对蒋白说道 哼,惠姑娘人如其名,又闲又惠 不知道的,以为她是你亲姐姐,这才体贴致死啊 岂止亲姐姐,那惠丫头快成小白白的贴身老妈子了 顾元伟见得沈天英和乔香乔等人,又是作诗又是弹琴的 却觉着有些没趣,这会儿凑过来看顾正冲和蒋白下棋 笑阴阴的说道 正冲啊,你刚才没看到吗,小白要去洗手 那惠丫头还跟去服侍了,贤惠两次不足以形容她呀 什么跟什么呀 蒋白不由的瞪了顾元伟一眼 惠姐姐是跟人家一起去洗手了,哪里是去服侍人家的 夫王狗嘴里就是吐不出象牙来 蒋白对着顾元伟做磨牙状时 周嬷嬷却正和上太后说道 太后娘娘,皇后娘娘本来主义蒋白 想为太子,那她为太子妃 若是福王殿下,得知白少爷是女娃 仍旧喜欢和她亲近,那太子妃之事 上太后摆摆手道 原为得知蒋白是女娃,依旧喜欢和她闹 那说明她并不是因为看着蒋白是男娃才喜欢的 而是单纯喜欢蒋白 也就是说,原为并不是喜好男色才接近蒋白的 既是这样,只要有角色,有和她投机的姑娘家 她自然也容易倾心 若不是蒋白年岁太小,等不得她长大 倒要和皇后抢人了 这会儿等不得了,倒要先给原为定下福王妃 居住原为,大家方能放心 你过去冥王府,冷眼看着 有谁家福里姑娘出色的悄悄记下 我倒是自有道理的 周嬷嬷忙着硬了 自叫人另备了寿礼等物 拿了单子进来给上太后过目 上太后见得布丹另备了一份贺礼给姑秋波 各府里的姑娘也另有赏赐 于是点点头说道 嗯,你给各府里姑娘赏赐东西时 她们自然要往前谢恩 你正好趁机看看样貌举止 至于那周兰茵 你不妨再瞧瞧她和原为处得如何 待周嬷嬷领命下去 上太后想得一想 便令人请了上如真过来 把事情说了 莫了说道 原为这个性子 我也没办法呢 险下拿蒋白试她 却是我的主意 若出个什么差错 我就担着 你倒别怪命王妃 上如真听得上太后的意思 却有些恶然 什么 如果福王得知蒋白是女娃 不管她年纪还小 却硬是喜欢 其他人接不住眼中 那么蒋白就准备着做福王妃了 太子妃的事也就对不住 只好黄了 这会儿心里堵得慌 半上方才说道 太后娘娘 蒋白还小 这 你慌什么呢 我还没说完呢 上太后瞧一眼上如真 笑一笑 说道 我可是急着抱孙子 若是原为能瞧上其他姑娘 我求之不得呢 自然不会让她巴巴等着蒋白长大 况且 险下太子妃人选 确实只有蒋白一个最合适 其他府里的姑娘当了太子妃 却怕对上府不利 这一条我自然得绿着 只是原为那性子 若不让她趁心 又怕她一走了之 反正蒋白还小 且先不提婚事 待过些时候呀 或是原为找到合适的姑娘 或是太子妃有新的人选 那会儿 如事都好办 上太后既然如此说 上如真自然没了话 过了一会儿 想起一个笑话 便说道 我这几日 又听到新鲜事 说道 既养在将军府的墨若慧姑娘 是蒋白的未婚妻 已是做定了婚约 府里大人 才放任他们同行同旨 听得我哭笑不得呢 上太后听得上如真的话 正乐不可知 前仰后何时 周嬷嬷已是到了冥王府 见是上太后身边的 大红人周嬷嬷 沈玉兆自然不敢怠慢 待得周嬷嬷 待上太后赏赐完毕 她亲自上去挽了手 笑道 嬷嬷平素在宫里 服侍太后不得空 咱们也请不动你 这会儿既然来了 倒得逛逛 听听戏再回去 周嬷嬷被沈玉兆拉着逛了一会儿园子 终是寻找机会和顾元维单独说了几句话 又从怀中逃出一个盒子 递在顾元维的手里 说道 这是太后娘娘单赐给蒋府白少爷的 因着人多 我不便给他 还请福王殿下悄悄带我给了他 他这里说完话 沈玉兆正好领了人过来 又拉了他去听戏 什么东西这么神秘 还要趁着没人时才给 顾元维拿了盒子去寻蒋白 以时起了好奇心 见无人注意 便起了盒子细桥 见盒子里是一只做工精美的工智凤头拆 不由摸不着头脑 您现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言情小说 蒋门千金 母后也奇怪 怎么赐这女娃的东西给白哥呢 他这里合了盖子 转过桃花林 见得蒋白在女娃堆中说话 背影比末入会还要鲜弱些 摇摇手中的盒子 想象盒内这只凤头钗插在蒋白头上的光景 以时扑地笑出声来 笑完忽然停下脚步 心下疑云大气 闽王府园子里的桃花开得正艳 跟林波池相比 另聚一番美景 顾元维停足望去 见蒋白一边和人说话 一边伸出手来 截住一片桃花瓣 桃花瓣躺在她的手心 硬得她手指修长 肤色郁白 身边几个女娃虽然俏丽 却不如她夺目 一时心下的疑惑又加重了几分 周嬷嬷是一个妥当人 若想悄悄把盒内的凤头钗给小白白 哪会寻不着机会 再有 周嬷嬷既想悄悄地给 不想让人知道 怎么把东西托付给我了 她这是故意要让我偷看这盒内的东西 其意何在 顾元伟把盒子藏好 淡淡一笑 母后有什么话就是不直说 偏爱弯来绕去的形式 周兰茵这会儿静静坐在 不亦被人发掘的树丛下 透过树缝 见到顾元伟掏出一个盒子 揭开瞧了瞧 接着又放进怀里 心吓一跳 只是不动声色 过得一会儿 却见顾元伟招手叫了蒋白 离了众人 站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说话 虽然听不见他们说什么 却见顾元伟把怀里的盒子掏出来 递给蒋白 一时大吃一惊 这个福王莫不是真的 小白白 这是母后单独赏赐给你的 周嬷嬷托我悄悄递给你 顾元伟笑盈盈地把盒子递在蒋白的手中 刚刚不是刺过了吗 怎么又刺 不过赏赐这东西 当然是越多越好了 蒋白虽然有些疑惑 却欢快地接过盒子 只要不是什么诗集 其他什么都好 自打去年做了一首诗 压了唐氏城一头 宫里时不时地就赏赐新书和诗集 过年时 跟祖母进宫给太后请安 还被迫送了一首诗 好在早有准备 才没有出丑 你不揭开看看 顾元伟见蒋白接过盒子 就要往怀里放 一时笑着用手按住盒子 既是太后娘娘单独赐给我的 又主人悄悄地与我 这赏赐之物 自然是不能随便让其他人知道的 我当着福王殿下的面揭开 这不是和太后娘娘作对吗 蒋白笑嘻嘻地看着顾元伟 眨一下眼睛 说道 难不成 福王殿下也好奇太后娘娘 赐的什么东西给我 小白 周末末既然托我把东西给你 自然让我瞧过的 我有什么好奇的 我只是好奇你拿着东西派上什么用场啊 顾元伟细看蒋白 见他眉眼如画 肤色细腻 手背上甚至还有几个圆圆小小的酒窝 煞是可爱 一时微微笑了 这盒子又不难开启 福王好奇的话 自然是揭开瞧过了 蒋白摇了摇盒子 笑着揭开了 只往里边一瞧 见是一只精巧的凤头钗 一时正住了 带抬头 见顾元伟双目灼灼地瞧着他 脱口说道 太后娘娘 这是何意 话一出口 又察觉不对 马上转口道 这凤头钗倒是精巧 正好转赠给慧姐姐 让她也好好打扮打扮 小白 你何不留着自己用 顾元伟一伸手 从河内拎出那只凤头钗 往蒋白摑边压了牙 笑吟吟地说道 也难怪 难怪你不喜欢 这凤头钗虽耀眼 却不如白玉钗 更配你的气质 小白呀小白 你扮了这些年的女娃 连我也瞒过了 这会儿还不自动承认 顾元伟想起蒋白 评诉一些行为 认为自己猜得没错 一时缩回手 杨立杨缝头钗 抛进盒子中 见蒋白小脸 渐渐有些粉红 又觉得有趣 什么缝头钗 白玉钗的 父王殿下说什么呢 蒋白把盒子往怀里一放 按翻白眼 你们不就是找机会 说我像女娃吗 我本来就是女娃 你们爱笑就去笑去 带我十三岁 悄悄穿回女装 挨个去拜会你们的时候 让你们说不出话来 不知道小白 为了什么缘故 从小扮作男娃 但是扮成男娃这些年 应该是憋着一肚子的话吧 我是愿意听一听的 顾元伟忍不住坏笑 因见蒋白明明有些扭腻 这一下就恢复了正常 藏好盒子转头就走 不由追上两步 绕到她的前面 伸手拦住 说道 小白 你没有什么话 要对我说吗 有 蒋白严肃起小脸 父王殿下 你老大不小了 该找点正经事情做做 整日的 跟我们小孩子混在一处 不大像样的 嗯 迅速转移话题 不纠缠在 凤头差与白玉差之间 就不会出现 什么不妥的话 小白长大了 说话好生庄严 顾元伟缩回手摸摸光头 忽然也严肃起来 郑重地说道 好 我听小白的 明明开始就去找点正经事做做 哈哈 最近正觉得闷呢 倒真的要找点事去做做 这会儿一个藏在树顶的岸位 差点一头栽下来 太后让自己跟着福王殿下 把今儿的事一丝不差地禀报回去 谁料撞破福王这等事 若把此事原原本本地禀报了太后 太后为了帮福王遮盖此事 会不会杀自己灭口呀 可是若禀报得不实 一经查出来 也一样会被灭口 慢着慢着 前者被灭口的话 家属却能保无事 或许还能得些补偿 后者被灭口的话 恐怕就要连累家属了 就在暗卫怀了必死的心思闪人时 躲在树丛的周兰茵目瞪口呆 直觉地天旋地转 福王居然送了蒋白一只凤头钗 外界的传言全是真的了 一时狠掐着自己的掌心 好一会儿才镇定下来 福王既是喜欢男娃 那一定不愿意和女子亲热 只要自己愿意做一个 名不腐蚀的王妃 帮她遮盖这些事 想必福王妃的位置 自己反倒有机会坐上 爹爹的前途自然也能保住 周兰茵转动心思 因见得蒋白陶也势地跑掉 顾元伟却游自站在原地 一时下了决心 拨开树丛慢慢地出来 周嬷嬷借我的手 给小白白送凤头钗 莫不成想让我知道小白是女娃 知道又想怎么样 顾元伟正猜测上太后的心思 听得身后有脚步声 转身看向后边 见周兰茵款款走近 只略略皱眉 却不说话 福王殿下 刚才的事我全看到了 周兰茵看看顾元伟 见她并没有勃然色变 有点佩服她的镇定 嘴里接着说道 福王殿下 其意不在女子身上 但是太后娘娘 却想帮福王殿下 纳福王妃 福王殿下怕是难以违抗 如今我有一个法子 不知道福王殿下 要不要听 哦 你说 顾元伟痒痒眉 双手抱胸 好整以暇地看着周兰茵 周兰茵这会儿 破釜沉舟 顾不得许多 以一副理解 顾元伟的口吻说道 福王殿下非常人 喜好和常人也不一样 这个圆没有什么的 只是怕太后娘娘不认同 会阻了福王殿下的好事 若福王殿下信得过我 我倒可以为福王殿下谋话一二 怎么谋话法 事情越来越有趣了 顾元伟是以周兰茵说下去 又做了一个洗耳宫听状 很简单 是要福王府 有一位名不符实的福王妃就行了 如此一来 既不使太后忧心 也赌了忧忧众口 福王殿下也能行自己喜好之事 哦 这真是个好法子 但是这福王妃的人选 顾元伟拂抚光头 做皱眉状 谁家好好的闺秀愿意当一个名不符实的福王妃呢 我愿意 周兰茵要的正是这句话 再顾不得什么闺秀礼仪 淑女矜持 马上自我推荐 如果我不愿意呢 顾元伟带周兰茵说完 练了满脸的笑容 口气忽然冷立起来 刚才的事我全看到了 周兰茵直觉不妙 马上把自以为的把柄拿出来 顾元伟再也忍不住 仰天大笑 笑完说道 看到又怎么样 哈哈哈哈 你尽管把你看到的事情四处宣扬好了 放心 我绝不会叫人灭口 也不会为难你 别忘了 我记得你 我先说 你尽管 什么 你说